越来越多的知名俄罗斯人死于奇怪的情况 周三 俄罗斯官方媒体塔斯社报道称 流亡的瓦格纳集团金融家和失败的政变领导人可能在飞机失事中死亡 普里哥辛未经证实的结局发生在动荡的几个月之后 他因公开批评军方领导层对乌克兰战争的拙劣策划而闻名 指责克里姆林宫滥用他的瓦格纳雇佣军 并最终在6月试图发动针对俄罗斯领导层的政变 导致他和他的部队被流放到白俄罗斯 但普里哥辛流亡后的下落以及他的安全一直悬而未决 这位雇佣军领导人在兵变失败几天后亲自与普京会面 并在几周后出席了与非洲领导人的关键峰会 普里哥辛曾被戏称为普京的厨师 因为俄罗斯总统开始在他的餐馆吃饭 去年 俄罗斯高管中的另一起神秘死亡事件 进一步引起了人们对寡头和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批评者中 越来越多的可疑离职事件的关注 这引发了人们的疑问 即这些事件是否已经变得太普遍 不可能完全是巧合 据当地政府称 远东和北极开发公司高级经理伊万佩乔林 两天前在日本海伊格纳吉耶夫脚附近从豪华游艇上摔下 并溺水身亡 随后在弗拉底沃斯托克被发现死亡 该公司的一份声明称 2022年9月12日 我们的同事远东和北极开发公司航空业董事总经理伊万佩乔林 不幸去世据说佩乔林的任务是实现俄罗斯航空业的现代化 并直接在普京手下工作 今年早些时候 该公司43岁的总经理伊格尔诺索夫 在2021年5月接任总经理后 也因中风去世 与此同时 另一名航空专家在奇怪的情况下死亡 根据莫斯科航空研究所发表的一份声明 该研究所前所长阿纳托利·杰拉什勤科 周三从几组楼梯上摔下后被宣布死亡 杰拉什勾领导该研究所直到2015年 该研究所与俄罗斯国防部密切合作 并协助开发米格战斗机等战斗机 但据信自那以后一直担任顾问角色 长期以来 俄罗斯航空业一直被怀疑与间谍活动有直接联系 2018年 俄罗斯国家航空公司前副总裁尼古拉格鲁什科夫 被发现在伦敦新马尔登的家中被绞死 格鲁什科夫曾声称 该公司约四分之一的员工是该国情报部门的官员 格鲁什科夫是克里姆林公的著名评论家 也是已故寡头鲍里斯贝雷佐夫斯基的密友 2013年 鲍里斯贝雷佐夫斯基也被发现死于颈部结扎 格鲁什科夫的死亡也发生在前 GRU间谍兼双重间谍阿列克谢斯克里帕尔及其女儿 在索尔兹伯里被诺维乔克毒死之后 这促使调查人员将其列为可疑事件 2021年4月最终确定的调查结果显示 格鲁什科夫是被非法杀害的 他的死亡看起来像是上吊自杀 西安石半岛 在佩乔林去世的消息传出不到两周前 俄罗斯最大的私营石油公司董事会主席 拉维尔·马加诺夫因意外从医院窗户坠落身亡 最初 他的公司鲁克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马加诺夫于9月1日病重去世 但没有提供更多细节 俄罗斯新闻报道后来称 他的尸体是在莫斯科中央临床医院发现的 俄罗斯的政治和商业精英经常在那里接受治疗 报道称 马加诺夫似乎是从六层楼的窗户掉下来的 一些消息来源称 他在西安石半岛 并称在窗户边发现了一包香烟 新闻网站RBK还表示 警方正在调查自杀的可能性 卢克石油公司是为数不多的 公开呼吁结束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俄罗斯公司之一 并在3月份呼吁立即停止武装冲突 顺便说一句 自2月底克里姆林宫开始全面侵略其西方邻国以来 马加诺夫并不是第一位在可疑情况下死亡的 卢克石油公司官员 5月份 前最高经理亚历山大苏伯廷 被发现死在莫斯科郊区一处住宅的地下室 俄罗斯新闻报道称 这所房子属于一位自封的治疗师 Simon Magua 他从事净化医师 Magua作证说 Supporten是在酒精和毒品的影响下来到他家的 并要求这位真名为Alexei Pindarin的治疗师为宿醉症状进行治疗 调查人员表示 苏伯廷死亡的初步原因已确定为心力衰竭 然而 正是拉维尔·马加诺夫的去世引起了媒体的注意 他是一系列意外的自我辩护和其他可疑死亡事件中最受关注的 这些人要么从与普京的良好关系中获利 要么是普京的眼中钉 要么两者兼而有之 反战寡头在奇怪的情况下死去 自乌克兰冲突爆发以来 至少又有八名俄罗斯寡头在奇怪的情况下死亡 所有人都与克里姆林宫有着密切的联系 拥有巨额财富 与俄罗斯天然气有着联系 并对乌克兰持反战立场 这引起了国际调查人员的怀疑 他们开始相信 这些死亡实际上可能是自杀或暗杀 因为他们对克里姆林宫侵略乌克兰的立场 或者他们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腐败有联系 这一切都始于战争前夕的圣彼得堡 就在乌克兰冲突爆发前一个月 天然气公司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一名高管 被发现死在圣彼得堡附近的小屋里 当地新闻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 60岁的Linit Schumann被发现在房子的浴室里 手腕被砍伤 据警方称 据称在他的尸体旁发现了一封遗书 他在遗书中讲述了自己腿部受伤后的痛苦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声称 这导致他休假 华沙研究所Wassel Institute智库表示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sprom Invest的运输服务部门负责人 舒尔曼收门可能参与了这家俄罗斯天然气巨头的腐败案 之后该版本受到了质疑 2月24日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的第二天早上 65岁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企业安全部高级主管 亚历山大及乌利亚科夫 在与舒尔曼同一村庄的家中去世 据俄罗斯新报报道 他的尸体被发现吊死在车库里 同一家报纸援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执法部门消息人士的话说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自己的安全部门 与警方同时抵达自杀现场 也在调查死亡事件 在国外发生的两极死亡事件中 米哈伊尔沃特福德 Mikiel Watford是其中之一 他与家人住在英国 2月28日 这位出生于乌克兰的66岁石油和天然气巨头 被发现死于萨里的家中 他也在伦敦建立了一个房地产帝国 沃特福德的死因被确定为绞刑 但当时在家的妻子和孩子没有受伤 英国当局认为沃特福德的死亡原因不明 但并不可疑 后来有消息称 沃特福德通常被称为米沙 在2000年初搬到英国后 他的姓氏从托尔斯托谢亚改了 亲普京的寡头之间谋杀自杀事件突然升级 今年3月 俄罗斯亿万富翁瓦西里·梅尔尼科夫 及其家人的尸体 在他位于俄罗斯西部城市夏诺夫哥罗德的豪华公寓中被发现 梅尔尼科夫是为一家受西方制裁影响的医疗公司工作而发家致富的 据俄罗斯生意人报报道 梅尔尼科夫和他41岁的妻子 以及两个分别为10岁和4岁的孩子死于刺伤 据称在犯罪现场发现了凶器 该报报道称 这位寡头在自杀前杀死了家人 尽管邻居们和其他亲属不同意官方说法 其他媒体声称 梅尔尼科夫的公司向俄罗斯进口医疗设备 由于西方为报复乌克兰战争而实施的制裁 该公司濒临破产 最新的病例发生在西班牙 更具体地说发生在滨海略雷特 55岁的俄罗斯寡头Sergei Protesania 于4月19日被发现与另外两名家庭成员一起死亡 天然气巨头诺瓦泰克公司的前负责人 个人价值4亿欧元 被发现与他的妻子和女儿一起被绞死 他们在家庭别墅中被刺死 警方最初将其归类为双重谋杀 随后Protesania自杀 但他的儿子后来断然否认了这一说法 几位家庭朋友也公开表示 Protesania实际上是阶段性自杀的第三名受害者 这位寡头没有能力谋杀他的家人 加泰罗尼亚警方仍在积极调查此案 就在Protesania及其家人去世的前一天 俄罗斯寡头Vladyslava-YF的尸体 在他莫斯科的公寓里被发现 他有他的妻子和13岁女儿的尸体 他26岁的女儿阿纳斯塔西亚发现了犯罪现场 俄罗斯国有通讯社塔斯社 援引一位接近执法部门的消息人士的话说 初步证据表明 普京的前顾问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前副行长阿瓦耶夫 杀害了他的妻子和女儿 然后自杀 在寡头手中发现了一把手枪 公寓从里面锁上了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 是俄罗斯第三大银行 与世界上最大的上市天然气公司 俄罗斯天然气公司有关联 然而阿瓦耶夫并不是最后一位在奇怪情况下去世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高层经理 5月2日 37岁的安德烈克鲁科夫斯基 Andre Krakowski 是这家天然气巨头旗下所建滑雪场的负责人 据称他在该景区的标志性纪念碑阿奇普赛堡垒附近徒步旅行时 从悬崖上坠落身亡 塔斯社报道 克拉斯纳亚波利亚纳度假村的总经理安德烈阿列克谢维奇克鲁科夫斯基不幸去世 他热爱山区 在那里找到了和平克拉斯纳亚波利亚纳滑雪场 是俄罗斯最受欢迎的滑雪场之一 也是2014年索契冬奥会期间奥运场馆的一部分 7月4日 千万富翁商人尤里沃罗诺夫 在圣彼得堡富裕的维普尔斯基社区家中的游泳池中被发现头部受枪伤 据当地媒体报道 警方在现场取回了一把手枪 在水池底部发现了弹壳 61岁的沃罗诺夫的死亡被认为是自杀 他是阿斯特拉航运运输和物流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该公司是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分包商 其在北极的业务有着丰厚的合同 自卫是最可疑的 马加诺夫周四的死亡 也遵循了著名俄罗斯人从窗户坠落至死的模式 据明镜周刊报道 2021年10月 一名俄罗斯外交官被发现 从俄罗斯驻柏林大使馆窗户坠落身亡 这名身份不明的男子是大使馆的二等秘书 但德国情报来源告诉该报 他们怀疑他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卧底 调查机构Belinkat表示 他们使用开源数据确认该男子为基里尔扎洛 他是联邦安全局第二服务局副局长 阿列克谢扎洛将军的儿子 负责处理克里姆林宫的内部政治威胁 同年12月 民族主义伯克Spotnik和Pogrom Jager-Perswernan的创始人 从莫斯科移动公寓楼的窗户坠落身亡 据当地媒体报道 普罗斯维宁的公寓里传出呼喊声后 在一把刀和一个煤气罐旁发现了他的裸体 普罗斯维宁是一名右翼活动家 他最初支持俄罗斯在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 但后来成为普京的公开批评者 预测俄罗斯将爆发内战 俄罗斯联邦将崩溃 8月14日 拉托维亚一美国投资银行家 直言不讳的普京批评者 丹拉波波特被发现死在华盛顿特区的一栋豪华公寓楼前 他在俄罗斯入侵后刚刚离开乌克兰 据总部位于华盛顿的Politico报道 警方表示 他们没有将拉波波特的死亡视为可疑 但案件仍在调查中 据报道 拉波波特在莫斯科期间变得富有 后来失宠于克里姆林宫 主要是因为他支持反对派领袖阿列克谢纳瓦尔尼 2017年 拉波波特当时的商业伙伴谢尔盖特卡琴科 也从莫斯科公寓的窗户坠落身亡 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 俄罗斯至少有4名医护人员从窗户掉了下来 尽管伤势严重 但只有1人幸存 在2020年4月至5月的两周时间里 至少发生了三起医生从医院窗户自我隔离的事件 媒体报道称 在事件发生前 他们曾在该国最严重的感染浪潮中抗疫工作条件 2020年12月 研发新型新冠肺炎疫苗的俄罗斯顶级科学家 亚历山大卡甘斯基 从圣彼得堡的高层公寓坠落后被发现死亡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 警方声称卡甘斯基刺伤了自己 然后跳楼身亡